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何在Reno中创建这样的一个真照模型效果 首先我们打开Reno,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顶时图,画上一个圆 那注意这个圆,我们要画可塑形的 然后画了这个圆之后,我们来到这个透视图 那么我们需要向上去直线阵列,起分 那么我们是可以给它把上下两部分进行一个缩放 让它中间空隙多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给它进行一个方样,然后切换到着色模式看一下 好,来到这样的状态之后,我们把这个线的隐藏起来 然后我们给这个圆中的进行分段,我分上一个25段 好,那么我们只需要取其中的一段即可,用结构线分割,并且缩回 那么隐藏多余的部分,隐藏这些点,我们给它重建一下 好,重建的话我们U方向就不变,然后V方向改成两点一键 好,这样的话它会变成一个直面 变成直面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它阵列一个25分,环形阵列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柱体 好,得到这个柱体之后呢,我们给它打开控制点 然后呢,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在侧面,在测试图控制点稍微的挪一下 然后中间的这控制点呢,宽一点 这一排控制点呢,我们可以选中它,使用U方向移动 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只需要沿着它的发现方向设置为,沿着切线 然后呢,缩放比设置为30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往它的发现方向进行偏移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在侧面给它进行一个倾斜 那倾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一圈点向下移动,再进行倾斜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造型就有了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些,在它的侧面进行些倾斜 好,下面我们倾斜一个30度 那么这里呢,也倾斜30度 那么下面的这些控制点,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收放移动 那么这些点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微调 好,做完这些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偏移 偏移一个实体,松弛显示,这个效果就有了 好了,那么你学会了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